Amanda 你老實說 你是不是一開始就知道 安迪其實已經有更朋友了 我早就知道 安迪跟董宇過 這件事還要完全無關 一開始Amanda知道的時候 她堅持要安迪跟健康感情處理好 她還要跟艾倫介紹的安迪是誰 是我大主大姨 叫李東宇留在安迪的身族 Amanda真的不知道所來發生的事 她真的知道說 安迪跟李東宇已經分手了 所謂這件事說起來 完全是你們酒家 早就設計好 你們的女兒 就是要我的女兒 女兒 沒有條件做你們酒家的康山 媽 你不要再聽我找理由 這一切 都是我的不對 這條座 阿伯 我自己來打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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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妮 until the first time 我沒有要結婚的人是我 我 不搶到董予搶手的人 也是我 因為我的三心了你 雖然愛愛 我在這 想想想你愛夫妮 夫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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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祖安迪 要定期的结婚之前 你等 你说你买过三星両夜 你要专心做我的好人生 你想做回家说什么 你我头就不记了 我跟他等说 你不应该对我凑合的记忆 我没带你爱 艾伦 他都跟我说成这样 你就不要再为了他相信老百姓 不对 林美妍是东宇的金毛婆 东宇跟我做好的事情 林美妍完全知道 他哪有可能 林美妍 我把这件事 向艾伦报告 我跟艾伦 是最近才认识的 听我跟艾伦定期结婚之前 林美妍 就常常对艾伦的心哭比 艾伦 你是不是知道我跟东宇的事 你所够够够够 又使用尚续 每个音乐 和你重金结婚 混合 听我跟你重金结婚 李东宇是后良 Lancony 看狗狗 要跟我們一進去 就看到李東宇跟艷莉在那裡 李美顏 這都是你認識的 副理 忘了 是我最近行罪專案經理 李東宇跟陳小春在問答案 他現在已經排擠我 我跟他都不夠差 我怎麼會知道 他在護照跟東宇 又在狗狗狗又回來 你請我跟艾倫 這真是最近才實在 我現在有提醒他 公司有些北京社的人在小巡護照 不過艾倫真的太愛護照了 我還會萬一萬全不相信 我又把你身體做專案經理 你根本想要兩兵八戒 李美顏 你若能勝發集團 勝過世間請不去這種林宅 那你現在順利去勝發集團 有你 我沒有做北京的事情 我現在跟你整個 這不是我的情緒 你會相信我 你的同事 如果你是跟隆子都知道 你身上有什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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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又堅持要做 甚至你又認識 我會趕緊帶你去定期結婚 那有這件事 爸 一開始我就有感覺 安迪對你總有特別的效果 不過我進步不知道 他女人是第哈精靈 也因為我太過分了 我相信安迪她說 她結婚之後 她會做一個好事 所以我才會願意 她要跟她定期結婚 我也認為 她定期結婚之後 她就不可能會懲罰我 我才是這大婚姻裡面 最大的生孩子 想說你都沒人去問說 到底是誰人問我這個 還我的婚姻 變成是一個大笑話 想說你今晚還害怕 我這個比孩子 爸 我今晚真的就 我愛爸爸媽媽 我只要跟她傷心而已 不用怕 所有事情爸爸 都要替你做主 爸爸不可能讓高雅的人 不會讓我們去婚 有聽到嗎 還愛人不幸的人 就是你 你說不關我我過的婚姻 過的婚姻 過的婚姻 你快 過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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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這件事 還有要不要真的無關 你如果真的 要用這種方式太多 我還要不要做那幾 媽 那些人 應該幾個人是我 阿伯 這一切都是我的 不對 你就不要跟威南我媽 還跟阿明大阿姨 好 好了 阿伯 阿伯 整個前途 不用打到雷鳳 都是艾倫的事 叫他們兩個 把這個事實 整個火這個 行什麼體統 好 我知道 我們在感情上 對不起艾倫 艾倫 現在在眾人的面前 你覺得 應該怎麼處理 你才願意遵守 我要離婚 你不可以離婚嗎 艾倫 你已經定期結婚了 我們 都不正式會分類 我們這樣就要離婚 是把結婚 弄在那裡 外國已經有紅色 知道我們兩個要連嬰 而且公司 內部完工 也有拿到那邊 甚至還有 記者 跟艾倫 是不是已經結婚了 你們現在 如果真的要離婚 到時候 一定是頭條新聞 艾倫 這樣我們兩個的面子 是要放在那裡 面子 面子 比我女兒的幸福更重要 艾倫 你如果今天要離婚 你就離 好不好聽你 艾倫 你老實說 你要離婚 是因為你現在的紅花頭 只是衝動的習慣 還是你真的不跟她安妮 艾倫 你跟艾倫現在 已經沒有禁給她 美麗到處理 而且紅花頭 總是有 要共同面對的難關 你若是萬一 再給艾倫一回 你也可以 到達不用 紅花頭的感情 我相信艾倫 一定會好好認識你的 對不對艾倫 艾倫 艾倫 美麗 美麗 誰在一起 跟艾倫 有個毫安在這邊的機會 艾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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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 艾倫 要我不要離婚 繼續扮婚禮 會贏的 不過我對祖安迪 也是沒辦法完全放心 所以我需要 向主角拿一些保險 是我安迪開棄你 你想要什麼做你說 我不要離婚的婚禮 我要你聖八集團的高婚 而且我還要你聖八集團做當所 艾倫 怎麼能用公式高婚做到多少條件 沒有 我面前有兩棟房子 允許給你做保險好嗎 這段婚姻本來就是企業聯姻 現在我們兩個人的感情期 糟糕不穩定 跟宗安迪一樣 連企業聯姻合作 也是要用平 本聖八集團 當然是精心精益 想要跟他視天盡控 變成親爹 我必須聽話說的 在前面 怕說你不要接受我的條件 這樣就有什麼話說 我夠愛倫 跟結婚 就沒有在怕離婚 就算離婚的事情 會像頭條 我也沒有要緊 我知道了 不過 公式高婚跟聖八集團 經營團有關係 所以我會回去 跟信用 還要期待當事參加過後 再說 艾倫 你有沒有瞭準說 我們是跳高婚 找這個機會 在這間酒店的辦公室 那是我們從不來 不去不去出門 艾倫原本 我就想說 我應該可以 有一個伴侶好好 來友好 好啦 起來 那些人都願意 給我一個機會 你自己就要 感恩 要好好談笑 好啊 安智 我沒說過 為了做你的生命主 我不是青菜公公的 只有我們阿姨阿姨 生活又需要 更心更驚 這樣才不會讓人 有機會破壞 啊 那是艾倫做勝法的當事 那這樣我的口水 就更加穩了 好啊